阿富汗安全部隊擊斃了襲擊克布爾主要機場的7名塔利班叛亂分子 土耳其總理開爾多安說他對反政府抗議的忍耐有限度 他呼籲抗議者放棄抗議活動 在利比亞在抗議者與政府和民兵組織發生武裝衝突 造成31人死亡之後國民軍總司令提出辭職 埃德華斯·洛登承認是洩露美國國家安全局監視民眾電話訊息的消息來源 南非前總統曼德拉肺部感染復發住院治療進入第三天 韓國統一部表示南北韓將會在星期三和星期四 在首爾舉行政府部長級別會談